记者钟鸿良台北报道,台北市府针对原民居住共提出租金补贴,购屋修缮补助,出租型国宅及公共住宅四项政策,其中东湖国宅C1基地虽是针对弱势原民租户,却有部分租户入住超过15年。 中华民国住宅学会理事长彭建文指出,不同补助幅度的政策工具因形成住宅阶梯,越后面民众越能自立,然而目前住宅阶梯跨幅过大,已入住国宅的住户很难愿意脱贫,导致政策失去合理及流动性。 彭建文表示,政府提供补助因此考要救急还是救穷,也就是战时性还是永久性补助。 他举例,若今天住在国宅景区1万元租金,又可以半永久居住。 若原民颁领领4000元租金补贴,却要面临1.5万元以上的房租,那么最后还是宁可不脱贫。 他呼吁,原民在北市面对不仅是居住问题,更是生活问题,政府要搭配就业、社府等政策配套才能解决。 北市议员李方如认为,目前租金补贴是采用定额制,面对北市高房租略显不足,主张调整成比例制,即是用房租百分比去补助。 但彭建文点出,若要推比例制发,那就应先掌握补助者的真实财产。 否则将补助失真,更指出若不解决房东未必水不让房客领租金补贴或变向长租等一提给再多补助都无效。 而对于购屋修缮补助申请户仅有不到5人。 立方如解释,北市房价贵,原民即使获得30万购屋补助,仍面临几百万投期款,因此主张公股银行可降低利率。 议员李富中午则指出,当初购屋修缮补助规定650万元以下才能申请补助,但北市650万元可以买什么,因此他认为应考量到都市生活水平再调升标准。